现在出战的是张鑫 刘子晨 其实瘦小的男生也一样可以很有爆发力 开始唱女生的Key哦 我选择阿美老师 小鑫跟小晨 我希望他们两个人互相给彼此一些安慰跟力量 小晨是穿高音的时候 会有一点收不回来 这个音准我倒不太担心小晨 高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的缺点 应该在唱上更下功夫 然后把高音唱得更可以 我希望在舞台上能够让更多人欣赏我的歌声 我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多年了 今晚我会用我的声音征服所有人的耳朵 接下来欢迎这一组学员 首先是来自重庆 耶路子练就超高音量的张鑫 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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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来自湖南 外表瘦弱却又超强舞台爆发力的刘子晨 目标是一组学员 大家都会到我 自己的手 acknowled科械 或是一是乱塞龙 评定点 最 sole 圣经的一组 第一 could 没有不会写的话 没有不会退的浪 没有不会暗的光 你在烦恼什么 没有不会淡的伤 没有不会好的伤 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 你在犹豫什么 时间从来不回答 生命从来不选拥 就算只有片刻 我也不害怕 是片刻阻止又冷了 没有不会写的话 没有不会退的浪 没有不会暗的光 你在烦恼什么 你在烦恼什么 没有不会淡的伤 没有不会淡的伤 没有不会好的伤 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 你在犹豫什么 你在犹豫什么 时间从来不回答 生命从来不选拥 生命从来不选拥 就算只有片刻 我也不害怕 是片刻阻止又不可能 在犹豫什么 在犹豫 many 起来的elf 在犹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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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淡的伤 So we are young So let's dance the world of fire We can burn fire Set us off Tonight We are young Salem I have theyками I have they Kim 第一感觉 我其实不用多说什么现场 你们觉得如何 我太骄傲了 我太开心了 这首歌 我现在要讲评了吗 我只想要你的第一感觉 骄傲 谢谢 骄傲 为阿妹鼓掌好吗 来 大英老师 我在想 这次我真是想要质问她 为什么放在一起 为什么 你一句话 把她从骄傲变成焦虑 娜姐你看 我把她们放在一起 有这样的火花 这样的声音 这样的合作 成功了 成功了 对 抢手就是要对抢手 这两位张欣唱得太棒了 非常好听 我的建议是张欣不错 张欣 张欣 对不对 反而张欣在唱 我们认为好像不是她比较擅长的这个音域 她一直在下面合 一直到最后才又展现了一把她的高音 我觉得这个第一点来讲 就是说我的优点 我不要一直用 一直用这个优点也不会太优 该用的时候用出来才叫杀手锏 所以现在变成两个人的强项好像是 有对冲的感觉 你说有宽广的中低音都有了 高音好像也都有 当然你说我们不是比谁高了 对 我们只是在在展示她的歌声的时候好像两个人都很齐全了 我建议鸭美可能是刘子晨 刘子晨 谢谢哈林老师 王峰老师 当哈林老师说到刘子晨的时候 你不出的点头 你是同意这个意见吗 首先我要感谢他们二位给我们特别激动人心的这个表演 我喜欢 演唱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超出我们对演唱的认识 让我们抛开那些 给我们快乐 激情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张鑫 我记得盲选的时候也是高音部分非常好 而且她是有很多自己的体会 并没有按照多少真正的学院派啊 或者有谁教她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 但是从今天的表演当中呢 我觉得她比盲选的时候更要进步了 很出色 她是那种 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一直冲 就像刚才哈林说的 她懂得什么时候让 当然这一点肯定也有阿妹教导有方 所以说她很好地完成了导师的意图 同时又在该放出来的时候 有自己 非常的漂亮 刘子晨呢 我觉得是进步幅度非常大 原来不是不好 原来是有点 也就是说挑不出毛病 比较不错 但是今天呢 我觉得在We are young 那个部分呢 她整个人的状态 包括就是把自己所有的热情 迸发出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年轻人去 真的是去拼 去在这个时刻忘掉了很多东西 所以此刻那个音乐和歌声带着她自己的快乐 已经传染每个人 这一点刚才她在后半部分的歌里面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我很喜欢她这股热情 所以 所以建议是张鑫吧 张鑫 谢谢 谢谢 利红老师 张鑫 很像一个功夫的一个高手 他唱得高 多高 多低 他 好像都 对 都不太不太吃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必须赞赏的 所以我会建议张鑫 谢谢老师 你们的话语很重要 张鑫 首先我要感谢 阿美老师 然后今天在这里能够 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 找到了一位老师 谢谢 同时我也感谢 之前盲选的时候 三位老师为我转身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 首先谢谢四位老师 给我的点评 以及对我的一些 就是 创伤的不足 或者是好的部分 给了我很大的 内心的一种肯定 我 其实 就是阿美老师 给我选这首 给我们两个选这首歌的时候 我其实 我是一个不怎么会表达自己内心东西的一个人 因为 曾经有很多 真的是质疑过我 不管是长相 还是身材 什么的 我在我站在好声音这个舞台上 得到老师的转身 我觉得 就是肯定了我 我就是 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把自己的那种感同身受 对于这首歌的东西唱了出来 所以 我今天非常快乐 很开心 然后谢谢 阿美老师 能带我进入你的家庭 我很开心 是我这一辈子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谢谢 阿美老师 张欣的高音 非常的宽广 小陈 中低音 很酷 在选择歌的时候 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我要 希望张欣可以 达到他的最高的水准 小陈呢 也可以抓到他最舒服的位置 选择这首歌 其实你们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更多的是 让大家去感受到 你们很诚恳地在唱歌 在告诉大家 你们走在这条音乐的道路上 所有的种种 我一直在说 小陈是在Family里面 他的心思很细腻 很敏感 他会因为一点点 唱不好或什么 他就会很仔细地问 老师我这个地方 然后 我应该要怎么样 然后小陈也会做很好的修正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我记得我有跟你说 唱歌除了在舞台上面 唱出声音之外 其实私底下 你的个性 跟大家的融合 那个是最重要的 那小陈 你在这几天的磨练 我觉得你有很大的进步 跟大家有很好很好的相处 所以 你进步了 我为你骄傲 张欣 小欣 小欣 就像刚刚说的 令宏说的 他的音域 这个高啊低啊 完全是可以驾驭的 那 我彩排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担心 他的声音 这首 这些歌 他怎么样去诠释 我倒是很在意 他要 我必须要帮他去建立 他的自信 因为 我不知道 可能他 他以前有一些 一些错觉或什么 一直给我感觉 他 他在 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 跟私底下 其实 他必须要人 给他一些 信心 一直在去建设 他的心理 那 这几天 我也很 很用心 很用力的 在给他心理建设 然后小晨也帮了很大的忙 因为小晨会在旁边 让他 告诉他说 我们这样可以 我们一起加油 家庭的友谊 对 家庭的友谊 所以谢谢小晨 然后也谢谢小欣 你今天把这首歌 表达得这么淋漓尽致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我刚刚阿美老师说的 这么肯定的时候 我想你心里应该是 已经有答案了 请把手给我 阿美老师 做决定的时候 请选择 我的选择是 张欣 恭喜张欣 恭喜张欣 继续留在阿美的 Family当中 野鹿子出身的 重庆男孩张欣 他收放自如的超高男嗓 征服了全场 赢得了本场对决 张欣